前面有讲过啦,你除了用index之外 其实你可以用offsets也可以办得到 或者用indirect也可以办得到 OK,应该都有讲过啦,上礼拜 如果你对这两个函数还不够熟的话 你不妨就练习看看吧 那其实这些函数呢 都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 但是你用哪一个比较好呢 其实就看你自己的习惯 我是建议大家你要知道有其他函数可以用 但是不见得你每次都要用这三种 我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方向 那尽量能够多熟一个函数 对你来说就多了一种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 至少你还有个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 所以也许各位可以再把那个 也许上个礼拜的东西再复习 就是说呢,检视与参照嘛 那我们刚刚是index,那这边底下 然后还有个index 那它跟index最大的差别是 那个index里面要放的资料呢 必须要是一个什么 一个它的位置 那个位置一定要叙述的方法 比如说你是B2的话 你就要用那个index刮弧 然后给它一个双一号 这边要放什么? B2 OK 然后呢下一个是B3 B4一直往下 那就是B,好像到B33吧 那所以如果你用index的话 怎么样把这个后面东西组出来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东西抓过来 放上去 index 那这个因为之前上礼拜讲过 而且这个可能要讲一个 就是花蛮多时间再去解说 所以呢如果有兴趣同学回去自己再想想看 如果用index来做答案的话呢 它其实就在这里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OK 另外的话也可以用什么 offset 上礼拜有讲过 offset实际上就是偏移 几篮几列 那你当然如果你可以以哪一个 比如说这边的话以B1当成基准 向下一列 向下两列 向下三列 那是不是可以一列一直往下 反正你就是偏移几列 放在应该放的位置 那其实结果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至于要怎么做 其实答案也在这里 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这个就留给各位去伤脑筋了 因为答案都可以出来 如果你要试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答案把它贴过去 向右 但主要是你要理解 到底怎么做 所以这两个函数 我想各位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去做一个练习 就是index 跟offset 这两个函数 那再来也许 请各位再试一下 就是说 如果因为现在我们的资料来源 跟也许是报表输出 是放在一起 那一般的习惯是怎么样 是把它分开成两个工作表 所以其实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那这个的话叫做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就直接留下什么 这个是资料来源好了 来源的话就是只有左边这一边 然后右边这些怎么样 可以把它删除掉 就只有资料来源 其实主要是B栏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是也许是报表输出好了 假设是 将来如果说你有一个报表 你要输入那些来源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 OK 那我就把什么 ABC删栏删掉 基本上就不需要来这些东西了 但是你把它清除掉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REF 就是reference 参考错误 因为他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 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出在什么 名称管理员里面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有个信息 信息 那你会发现 这个信息他可能会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四个 为什么你复制一个 他又复制一个工作表 他又产生一个 又产生一个 所以怎么办 干脆把这些全部删掉 要不然就留下一个来改 可以 我习惯是整个全部删掉算了 删掉完之后 我关闭 记得是从名称管理员里面去改 加是从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 改的话呢 是从这边 我想这个也要熟悉 因为很多同学对这个好像很陌生 这个是利用Excel 把Excel当资料库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这个会的话 以后等于就是按F3 等于是资料来源在哪里 你就可以把它找到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跟资料库的应用会比较接近 所以不用资料库 这个就是资料库了 OK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把这边信息重新定义的话 游标放B1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是方向 然后Shift是选取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做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就是它的名称 顶端列的按确定 这样子再看一下名称管理员 OK 基本上 它就帮我建立一个名称了 那这样子我们再来看 按关闭之后 回到报表输出 那你会发现呢 那结果会出来